来 各位各位看空间这边 画面现场是在松山文创园区开展的原来如此大博物展 台湾设计研究院邀请日幕视觉艺术团队策展 四大展区中盘点了世界时间重点博物馆所开放使用的艺术图像 也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正逐步将点藏资源释放出来 让任何人都能自由运用于设计创作 甚至商业使用 期望带动设计师们更多的设计力与创造力 那这个展它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把我们所谓的 很多人都会问说怎么样产生创意嘛 那所以其实就是透过台湾设计研究院这次的整合 然后介绍台湾的跟全世界的这个博物馆 作为一个开源的一个组织的总介绍这样 那民众可以透过这些传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图像 然后透过设计力的转换 然后变成是新时代的一个一些符合日常 十一住行娱乐的一个商品这样 那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展间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展馆 那你也可以看到故宫在开源的上面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推行 那除了很经典的这几件作品之外呢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使用的这个教学步骤 去了解他们到底开放了什么内容 然后鼓励设计师可以有更多的创造这样 那其实它开放的部分它有几个重点 就是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所谓的符合CC0 或者是PDM的这个标示 那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面搜寻的时候 其实它在图像上都会有很清楚的这个标示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探索的过程 你们去了解这张图片到底是不是可以免费使用 或者是不能免费使用 那很多人不清楚这个概念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展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浅显易懂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这个图像授权的观念 那只要你了解了这个观念之后呢 相信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料库 全世界都是你的创作的资料库这样 顾公第一个 所有的低阶的全部CC0 CC0就是反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反正都不用说 另外的中间图档 现在到今年的年底会上去35万亿 是600万画素 然后呢是CC4.0 也就是说也不必跟我们讲 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只要你说 这个注意一下说 这个图案来自于故宫就好了 所以最近不是我们 这个有一些什么银行在开董事会啊 那结果呢 他就用故宫的东西去做了 所以很多人为了玩 并不是要投资他 但是就买他就抢啊 他也不必跟你们来说 他就拿去做他的玩具啊 所以所谓的欣欣败事点灵 就是你不必说 你只要注明说 这个图案来自故宫 也不必说 自己写上去就好了 然后甚至于你可以做商业使用 你觉得故宫只要这样而云 你就把它editing一下 你做商业使用都没关系 所以多多都用 而且因为大家都是设计的 所以他不要只是这样把它给 直接复制出来 如何用他的元素 配合你们的创意 做出新时代大家喜欢的好东西 就好了 没错 没错 这也是这个产板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把内容开放出来 那一般民众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探索跟发现 因为举例说 这一次透过时间 全世界的线上线下博物馆 可能你会 举例说 你可以找到像NASA 他开放了就是说 阿波罗计划登月的一些影像 那可能你很喜欢植物图片 喜欢动物的昆虫标本 然后你喜欢服装的设计 喜欢古地图 任何的内容 全世界的博物馆 绝对都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鼓励大家就是大朋友 带小朋友一起来探索 然后好好的去透过观察 然后去发现你自己很有兴趣的内容 那台湾设计馆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馆 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馆 但是我们觉得串联开源是很重要 今天谢谢显讯最年轻的车展人 用这个概念把全世界十个重要的 博物馆的资源打开 那利用这次的展览差点起来 那在现场会有70件作品参展 那有4000多件的这个影像 那我们觉得开源授权 连结是世界未来的趋势 那台湾也不遑多浪 也谢谢故宫博物院 还有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协会 还有很多的伙伴 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变革里面 让台湾在这方面持续前进 那我们希望这个虽然是一个小的展览 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创造台湾的未来 那这次台湾设计学院 这么触美去做 做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去深思 那我们公文员或公布我们去深思 其实我们要把点产品加值应用 数位化加值应用之后呢 才能够产生效果 用过外文之后才行销国际产生这个动力 所以今天这个叫做共享 非常好 共享之后怎样 就会共生 共生就怎样 要共同珍惜 然后就要共同繁荣 后面怎样就会共好 展览中也进一步介绍 什么是CC授权 让民众了解开源素材的运用 所以它开放的权限 其实有分成几个模式 那其实最主要是有四种基本的组合 对 那透过这四种基本的组合 其实你会有六种的模式可以应用 那从最下面大家知道 就是版权所有 一直到网上 就是可以像刚才讲CC0 就是你可以进入自由领域之后 你可以随意的自己去改造跟创作 然后不用去标注这些影像内容的这些所有权这样 然后再来是PDM就是完全进行的开放 所以它是有一个层级关系在的这样 对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表应该就会一目了蓝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举例说这张图像 你可以发现它下面就有一个PDM的这个logo 所以就可以代表我们设计师跟创意工作者可以直接下载这张图片 是高解析的来进行你的创意的改造这样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再来是因为开源的内容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文献库的整理 我们挑选出这个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几个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 那举例说像大度会大家最知道的就是MITGALA 就是他们的服装的这个典藏的收集 很多布料啊 配件啊 然后服饰啊 这些圆件我们都把它呈现出来 那整个展区总共有超过四千件的一个案例的作品 现场并展出多件运用开元素才设计出的作品 展现设计师们丰沛的创造力 然后像中间有一个展区就是展出台湾的设计师 他们如何取样自这片土地的元素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对比就是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图像文物 那可能是原住民的图腾 然后可能是台湾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材质色彩 跟形象造型 那这个都是很好一个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故事 透过设计力去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即便他们可能不懂中文字体 可是他可以透过你的装针你的材质你的色彩去认识这片土地 那也很鼓励大家其实可以 其实设计它并不是直接从零就开始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土地里面去发掘这些很重要的元素 然后转换成你的设计作品来做一个宣传跟分享这样 像这件作品是肖晴阳老师他的创作 那他是一个跟郭春美的这个歌仔戏团合作的一个专辑设计 那你可以发现他其实上面全部都是英文 那因为他就是用一个电音的方式去重新演绎传统的歌仔戏曲 然后他把这个升旗白马的这个意象呢 透过故宫的这个传统的原画 然后去做一个现代的转移 所以透过他这个传统文化的取样去结合传统的乐谱 可是去透过一个现代的装针设计之后呢 去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新的传统文化的氛围这样 对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然后也可以亲自带到现场看看这些很漂亮的这些装针作品的一些实体案例这样 对那鼓励大家一定要亲自来现场发掘跟探索这样 那再来是除了平面的画面的素材 我们也把所谓博物馆经典的图案去转换成商品的部分 也做一个对应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是我们的历史博物馆 它跟传统的图像时候也开发的一个滑板 对那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门绳 那因为传统的门绳就是印在那个木板上 所以他现在把它变成是滑板上做一个移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可以像是挂在家里守护的意象这样 对所以这个概念去做一个对应这样 那再来这就是由曹建密森他的一个滑板的一个授权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传统作品或是当代艺术 其实已经可以用过一种新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当中这样 这个作品是Discovery的一个台湾部落保障的片头 那当时因为素材很有限的关系 就是拍摄团队只有提供一些照片 让我们看一些关于原住民的服装 那就要针对六集节目去做成片头的视觉符号 对那当时因为素材很有限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世界的古地图 对那上面的台湾就是富尔摩沙 然后我再用这些古地图去拆检 再重新拼成这些画面 就每一张图都是一个部落的画面 对那里面有针对生活的建筑的饮食的 还有祭祀的信仰那些 每一个主题都不太一样 对那针对这个展是因为 如果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博物馆这些都有提供免费下载的话 我们会对于这些素材非常的方便 对使用上会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跟业主的沟通上 他们不见得会提供适合的东西让我们使用 对那制作上就会有功 对所以这个展确实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为了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国内外博物馆纷纷将数位典藏资源 释出到公众领域 强调文化素材的共享与共创 欢迎民众到现场一起来探索 开放素材的丰沛资源 开启创作灵感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EN再安装承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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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ия